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夏季汽車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一個馬桶好像跟以前的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馬桶好像比較小而且我好像沒有對準那樣子 這應該這下子就是有了吧因為他有一個拋物線 然後這個馬桶呢 真的是比較小 又比較矮 這是一個模組裡面添加的東西啦 不然每次我們每次要保存遊戲對不對 那個都要去找一個馬桶 啊是有點麻煩喔所以這邊的這一個東西他叫做可攜帶式的馬桶 也就是說他可以被帶到任何的地方去 當然他比較小所以呢 這個搜起來也方便多了那 旁邊就是奶奶沒有錯 奶奶你不介意我在你家後面這個剛剛在你家後面這個弄一個 馬桶清倒了 馬桶倒了 所以我們這邊要再點一下把它放一下那如果說 你一個不小心對不對點到了的話其實 這個模組麻煩的地方就在你一個不小心點到 這個有手掌的記號那你就會 保存遊戲並且離開了 是比較麻煩一點啦使用這個模組的話 但是 對 要注意到奶奶不好意思我現在不能夠陪你這個 喝這個咖啡啦我現在呢 有一些重要的工作要去處理 所以馬桶就先放在我旁邊好了不要好了 這個馬桶呢這個要放哪邊呢也是一個很大的麻煩有沒有 我剛剛 東西全部都傾倒出來 不過沒有關係喔這個就直接丟進去吧 他可是我們的存檔點 隨時隨地就要依靠他來這個存檔 那這個遊戲呢我說過了他可以很不正當的玩對不對 當然也可以很正當的玩 像現在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必須要先去這個工作啦 那工作的話呢其實在這個遊戲裡面說了有添加了新的工作 叫做採草莓 那 另外我也找到了一個模組好像是採蘋果的 所以說我們幫忙採草莓或幫忙採蘋果都是可以這個 賺錢的 所以我們現在 大概就是先出發一趟啊 奶奶 奶奶下一次再來找你這個喝咖啡喔 奶奶 我突然想到奶奶 只有喝咖啡可以而已嗎 難道說奶奶就不能夠泡茶 這輛車並不是那麼好控制啊 喔不 差一點 真的是 這遊戲裡面開車真的是一種 生死關頭的那種感覺 超可怕的 我現在一直都開這個鄉間小路喔 大陸那邊應該是有添加一些東西啦 我剛剛那邊是不是又看到一個擋風玻璃了 那一個擋風玻璃好像是我那個我自己組裝的車上面的擋風玻璃啊 因為他不會自動回復喔所以 那個擋風玻璃就一直掉在那邊 那這輛車不一樣這輛車呢是你離開遊戲在進來他會自動就恢復到原狀的 所以基本上我越來越不喜歡開我自己組裝的車 雖然說速度是比較快一點也比較省油啦 是不是這裡呢 啊我們到了我們到了 大家看這裡就是一個草莓田地對我直接 然後這邊呢就是這個種草莓的老闆吧我直接看碾壓過去會發生什麼事好了好不好 可以碾壓吧 他應該不會有什麼意見的吧 碾壓一下這個草莓田地 喔不 喔不 不過在那裡面太難開了 我剛剛自動的就已經被彎出來了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先停一下好了 來吧 呃手剎車還是拉一下好了 然後來來來來 我們再來試一次吧 當然他應該會飛得很遠啦 去吧先 喔他真的還是 最後還是飛上天了耶 嗨老闆你好 那這邊的話呢是採草莓的地方喔 然後 你會跟我講什麼話嗎 我是記得我們在採草莓的時候 我在看他的說明喔 我們在採草莓的時候呢 他會一直在旁邊落地巴說的 那前面呢有一個這個 呃是給我們這個錢的這個箱子喔 那我們要採草莓等一下我先把草莓看 這邊可以直接我們可以拿一個草莓出來 有嗎 拿 OK我已經拿了一個草莓出來了 雖然這個草莓看樣子並不是一個實體的東西喔 我點了採集喔 結果他確實就顯示說正在採集 採集完畢之後 現在我身上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代表說我身上應該已經採了一顆草莓了 至少 那我們如果說想要這個賣錢給他的話呢 我們就要從這邊先拿一個 我可以把這個呢直接草莓直接丟下去 這邊有一個箱子在這裡喔 然後呢把草莓給丟下去 那我的草莓大家看到沒有 因為太薄一層了 所以說呢目前什麼都還看不太出來喔 但是 這邊我們可以先丟一下 我可不可以一次採好多個地方啊 呃這邊採一下 好 如果採一下丟一下 採一下丟一下這樣子囉 然後一定要等他這個裝滿 大家看 我採一顆草莓 我採一顆草莓才增加一點點厚度而已 我要把他整箱都裝滿 裝滿了之後呢才可以拿去賣給他喔 所以說這小子 他還沒開始講一些屁話欸 我看 你好 這個 他好像是不接受了 還是說我現在丟到這邊他可以接受 大家聽到他囉嗦了吧 他說 他終於開始囉嗦他終於開始囉嗦了 他說在你 採完草莓這些草莓都要腐爛了啦 然後我剛剛丟的時候他說 喔不不不不不 你要把一整箱的草莓給我帶過來才行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到底我要採多久才行啊 我真的不知道欸 我看一下喔 天啊 我就像這樣子一直來回 那我能不能一次點好多個地方呢 我看一下 不能 我不能一次點好多個這個草莓蟲 好這話你剛剛已經講過了好不好 我正在努力我正在努力 他一直在嫌我的動作很慢欸 拜託 拜託我採草莓已經 比那個什麼 現實生活還要快得多了吧 應該是了吧我不知道欸 手工採草莓這個 天啊這樣子 一整下要採完我要採到什麼時候啊 我突然 意識到了這麼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他說呢 他媽媽 那個我採一顆草莓的時間 他媽媽都可以裝完四箱了這樣子 欸拜託 有嗎叫你媽媽出來好不好 叫你媽媽出來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給我一直坐在那邊 明明草莓都可以收成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一直給我坐在那邊 給我裝傻 他真的好 他真的好多話喔 然後也會閒東閒西的 重點是他會彈蛇 為什麼 這些人講話都一定會彈蛇呢 太神奇了吧 草莓草莓的量呢 已經漸漸的在出來了 然後 欸喔 所以說原來一個這樣子的果蟲可以被踩完的呀 對這邊已經空了耶 喔原來如此 那我這邊能不能吃草莓啊 不能 哈哈哈哈 在你踩完草莓之前天都要黑了 喔我的天啊 我這邊離他遠一點好像好一點啊 對不對我離他遠一點會不會他就不會這麼容易囉嗦了 而且會不會離遠一點能踩的東西更多啊 我試試看喔 那這附近呢就突然之間多了這麼大一個草莓田在這裡喔 我看看我在這邊踩好我在這邊踩 而且 喔這邊踩不到 這邊踩不到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他的意思是 我一定要在他附近才能踩得到草莓吧 然後就是一定要聽他在那邊囉嗦就對了 我的天啊 兇什麼兇 兇什麼兇 這送給你好不好 好吧 他還是嫌棄我踩得不夠多 我還真想知道這個踩草莓有沒有什麼經驗值之分 像我這樣一點他都會說要 花一點時間才會說你已經把他給撿起來了這樣子喔 那撿起來 撿 採集一顆草莓的時候才可以丟進來嘛 每次踩都要花一點點時間要等一下喔 額不過 一開始感覺好像超級慢的 實際上好像 並沒有說我想像中的那麼的慢啦 哇又踩完一個又空了一個 不過之前空的是不是 之前空的還是空的嗎 對耶之前空的還是空的耶 所以 他不知道要多久這個草莓才會再一次的長出來是不是 還是說其實也一樣喔 就是我離開遊戲再進來的話 那搞不好他就已經長好了 那這個踩草莓 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了啦 已經很快了 你不要再囉嗦了 我已經很快了好不好 連我自己都 本人都覺得說 這其實還蠻快的 額 先來看一下 不過好像才半箱而已耶 天啊 我在這邊已經踩了快五分鐘了吧 才半箱而已嗎 哇又空了一個了耶 所以現在已經空了三個了 砸他臉上 在弄 在做這個的時候 雖然 我很努力的想要做好工作好不好 但是旁邊就會一直 這一個人在那邊 啰哩啰嗦啰哩啰嗦 我很努力的 再來要把工作給做好 好不好 這是不是已經裝滿了呀 我不太確定他裝滿沒有耶 那我在這邊裝了快要十分鐘了吧 應該是已經有十分鐘了 這又空了一個 不是吧 空了四個了現在 哇 四個果樹蟲都已經空掉了 呃 我感覺是已經滿了 好了好了好了 全滿了好不好 全滿了 全滿了啦 全滿了啦 已經做完了啦 還跟我說天要黑了 我告訴你 天還亮著好不好 天還亮著 掃在那邊給我 好吧 丟他臉上是沒有用 我們要丟這邊才行 有進去啦 OK啦 啊你 我都完成工作了 才四十塊錢 好 他說他都差點忘了要給我錢了 難怪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他想裝傻了 你知道嗎 我把一個這個草莓箱給裝完之後呢 他想裝傻 不想給我錢 所以都沒跟我說 啊 你完成的工作非常的好 喔 我應該給你一些錢的 完全沒有 這家伙真的是喔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給他一點教訓了才對 這邊有另外一張椅子 喔 喔 其實這樣坐著看著這片果蟲也還蠻好的啊 這感覺 來我們先給他一點教訓好了 能不能 哇他的他的這個屁股真是厲害啊 然後他的這整個身體怎麼感覺 我感覺揍他好像也沒什麼用啊 所以 這樣子我踩了大概花了十分鐘左右吧 結果呢才得到這四十塊錢啊 然後呢 聽奶奶講話是得到二十塊錢是不是 所以我們如果還要繼續採草莓的話呢 是從這邊再拿一個箱子出來 然後就可以再繼續裝啊 不過呢 管他的 我們現在呢已經完成了一個 採草莓的工作 然後只有四十塊錢 我覺得有點不太好賺喔 那我們乾脆呢稍微逛一下他這邊的設施之類的吧 我覺得未來這邊他應該是有打算要添加什麼的吧 那我說草莓不種在這裡面啊 這點我是比較好奇一點 他為什麼草莓不種在那裡面就好了 好 完成了工作之後呢 馬桶還在這邊 但是呢完成了工作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 對不對喝一喝 這麼重要的東西 砸他身上就可以了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 更棒的東西要出來的時候了 我怎麼感覺我的馬桶一直在晃啊 不對耶在晃的是我的車嗎 不對在晃的是我本人 我的視線一直在晃來晃去的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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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一下他的這個草莓田吧 YES YES 我還以為會變成衛爆彈耶 太好了太好了 炸一下炸一下 踩了那麼久才給我40塊錢 這傢伙真的是 好像直接丟到他的腳邊了耶剛才 看一下他的反應是如何 他一點事情也沒有 不過剛剛那一個畫面看起來好像他在放屁喔 這一次的話我直接擺他的桌上好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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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多麼的冷靜啊 反正他知道 這個東西一定炸不死他了對不對 他完全無動於衷啊 哪有這種事情啊 拜託 這也太強了吧他 好吧 好吧踩草沒什麼不好賺 我們去踩一下那個蘋果看一下好了 喔就是這裡了 果然沒有錯才開沒多久 這邊左邊彎進來應該就是 對就是機場了 直線賽道就在前面了 那應該 開不了多久就會看到那個踩蘋果的地方吧 就我所知好像這個蘋果是比較好賺一點的 不然那個草莓在那邊踩了十分鐘然後 應該踩了十來分鐘有了吧然後才給我這個 400塊錢好像到了 40塊錢 對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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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蘋果樹到了 雙胞胎兄弟 原來如此 原來是雙胞胎兄弟啊 對一個是一個是賣草莓的 一個是賣蘋果的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果然沒有錯 然後 他的桌子比較簡陋一點 前面也沒有那個錢香所以他到底會不會給我錢啊 我看一下旁邊這邊好了 旁邊這個圖真的是蘋果的耶 大家看 真的是蘋果的耶 那蘋果樹的話呢是在這邊 那我能吃蘋果嗎 看看我能不能踩啊 我不能踩 咦 啊我不能踩蘋果 我不能踩蘋果的話還說一定要點箱子出來才可以 點個箱子出來OK箱子出來了 他會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跟那個他的兄弟一樣囉嗦 我們先過來這邊踩一下看看好了 那應該就能踩了吧 喔能點了 有嗎有東西嗎 喔有蘋果掉下來了耶 有蘋果我能吃嗎 我好像不能吃蘋果 我想吃這個蘋果啊 這個是 這怎麼會有四根尖刺在這邊啊 這個是什麼蘋果啊 我知道有一個蘋果他的品種是這個美國 美國那邊的吧 叫做五爪蘋果 他的屁股這邊的是五個尖 五個塗出來的地方喔 這個蘋果他是四爪蘋果 好看來他也一樣會囉嗦而且他囉嗦的跟他這個 跟他這個兄弟是一模一樣的喔 喔這直接塞進來就行了是不是 所以我再繼續點好了 喔原來如此 喔有了有了有 那其實感覺是不是就是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一直點蘋果就會一直掉下去了讓他看 是不是像這樣子 欸果然欸 我以為好多蘋果掉出來了 那到底有多少蘋果啊 而且這個蘋果為什麼滾了之後就是一直在滾 這蘋果是完全沒有阻力的耶 他講的話好像有改變了 下面的那個 下面寫的是變那個蘋果 原本寫的是番茄 等一下 原本寫的是那個草莓 我在想 他們如果像這樣子滾的話呢 我是不是這個 掃過去他們就會全部進來了 真的耶 就像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裝蘋果了 蘋果全部裝進來了 所以呢重點就在於說我只要呢對準就可以了 蘋果是 但是蘋果看要對準的話是要從哪邊對準 這是一個重點 那他的速度呢絕對是快多了 這好像有點對準了就像這樣 對吧 這樣就對了 啊我點的地方就是他下來的地方啊 對對對 就像這樣子 蘋果呢狂出 終於還是被我給採完了 雖然跟那個草莓的運作機制是差不多的只是他從一個 啊 草莓果從變成了蘋果樹然後我可以點一大堆蘋果下來 喔 遊戲好像有點Lag了啊對遊戲Lag了 然後這一箱好像已經裝滿了我們來試試看好了那應該可以賣給他了吧 拿去買要吃啊你 再囉嗦你 再囉嗦 再囉嗦啊你 看來應該也是要點後面丟後面那一邊了 然後遊戲好像有點Lag了應該是 太多蘋果滾出來了 所以我們趕緊把這個先賣了吧 來來錢 錢直接出來了耶 他至少不會那麼吝嗇這是50塊錢 所以說這個箱子也有限耶 那就是說一天能賺的能用他來賺的量應該有限囉 不過呢只有50塊錢但是他好賺多了有沒有 我只要呢一直把箱子這個放在樹下然後一直點的話 就會一直有蘋果出來然後 就可以賺到那麼多錢耶 所以速度是快得多了 但我總覺得好像還是花糞池什麼的那些比較好賺 對不對 我們再試著這一箱好了會不會有可能是 他每一次的那個錢都是不一樣的好像也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們就把它給轉正一點吧 好然後我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要多少顆蘋果才可以把它給裝滿這樣子我們再拿一次好了 還是一樣也是50塊錢但是快的太多了 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真的快多了 好之前地上滾了兩顆出來所以這兩顆呢我都先把它給先撈起來一下 這邊有兩顆滾下來的話然後我們這個先擺一下然後 這個沒有進去我要往前再擺一點 然後這個點一下 所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呃十二目前裡面十二 到底要多少個啊 十二個人目前 呃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又一個沒了 20 2122232425 25 哇這些 26 26 往前面擺一點 272829 30 31 32 3334 35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這也許是50個 50個 50次他就會滿了 我在猜是這樣 果然沒有錯這是第51個進不去了 那就是要猜50個就對了 原來如此 這個蘋果不能自己吃 還真的是比較可惜一點 好 我們把這個直接送給他們 錢又來了 所以其實 我在這邊根本還花不到十分鐘 我可以呢 賺的錢呢 是在那個草莓那邊那個的好幾倍啊 那不過呢因為這個是模組裡面的東西喔 但是感覺也蠻不錯的 整體運作起來的樣子都蠻好的 所以呢正正當當的賺了一些錢之後的這些錢呢 想當然是要拿去這個買更多的這個能喝的東西來喝對不對 當然就是他了 不過 沒關係 我們現在暫時就先喝的他了吧 然後喝完之後呢還有牛奶可以喝啦OK的 然後把牛奶喝一下吧這個牛奶一喝的話呢我的身體狀態應該就會好很多了吧 直接呢就砸在他的臉上 YES 要你再囉嗦嗎 要你在我採 採水果的時候囉嗦嗎 啊 傻傻傻傻 欸他突然之間在我面前消失了 高速貓飛機 他居然會在我面前直接消失耶因為天黑了吧所以我真的 做這些工作真的是還蠻久的耶 不得不說 那現在的話呢商店老闆不會已經關門了吧商店關門了嗎 我還得買買東西來來吃來喝耶我先開車到商店那邊去看一下 好再來我們要開的應該是公路了吧 欸欸欸給我給我給我拿下來給我拿 哇 不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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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安全帶真的是 好了那我想不用懷疑我重生了在這裡出現 我得去把我那台車先找回來 沒有錯我是可以騎著這一輛小量的過去沒有問題 然後現在很明顯的天色絕對是黑了商店老闆絕對是已經先把商店給關了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要把安全帶給系上呢 請在上車的那一瞬間就把他給系上了 我原本是考量到說我可能要開到那個公路上面去所以才要把他給弄上了結果 就發生了意外了 啊不過呢看著這個夕陽代表說我們今天也是度過了一個 非常充實的一天對吧賺了一些錢 呃就幾百塊錢而已啦 啊不過沒關係啊這個蘋果的話呢整體賺錢來說的話 彩蘋果真的是賺的還算蠻快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我的夏季汽車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大家掰掰